在經過三局的大戰之後 陳宏林和王麒麟這隊想差九歲的雙齡配 上演了一場逆轉勝 以十八比二十一 二十一比十五 二十一比十八 二比一後來居上搶進了男雙的最後四強 也是贏得蠻驚險的 很爽 鬆了一口氣 有 闖進四強的感覺 驚險獲勝闖進四強的關鍵 在於老將陳宏林在第二局的打法改變 把對手威脅性比較大的印尼好手 蘇卡姆後盡量調動 讓他平抽檔的殺傷力降到最低 果然這收到了效果 我們是想辦法讓他移動多一點 不要讓他定點的進攻 因為他的變數算是非常水準 那只是我們想說盡量讓他移動 不要讓他這麼的快 讓他稍微慢一點 慢一點 我們的時間就稍微多一點 第一局到後面自己都亂掉 可是到第二局就 打法改變 聽一下學長的意見 然後重新整理一下想法 就打起來就比較適合 多拍來回的策略 讓陳宏林和王麒麟 找到了進攻的機會 拿下逆轉勝的同時 也讓這隊今年才開始搭檔的老少沛 越來越有信心 當然這次會加速磨合 就是在搭配上面 就是比較可能會進步的比較快 會比在練習的時候還要實戰 因為畢竟對手會一直在改變 那我們也要想辦法去應付對手的球 利用國際大賽加速默契的磨合 雖然雙0配不會前進人川打亞運 但還是希望透過台北公開賽 為接下來包含市井賽在內的國際賽事 做準備 我來提前的小明昌 楊不知台北報導